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发起了一场针对北京的代价高昂的贸易战 禁止华为的技术进入美国5G网络 最近还对参与新疆数百万穆斯林被非法监禁的中共官员实施了签证的限制 他把自己标榜为了第一位敢于对中国态度强硬的美国总统 文章表示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川普的弱点比他的强硬更为重要 在与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进行的无记录的讨论当中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川普明年再次的当选 他们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时候 尽管川普反华势头强劲 但是他为北京提供了在亚洲扩张影响力的空间 而更为重要的是全面削弱了华盛顿的全球领导地位 从零和的角度来看许多中国人得出的结论 从长远来看川普的政策在战略上对中国非常有利 中国著名的学者严学通就认为 川普通过分化美国国内的政治 川普通过是破坏华盛顿的国际信誉和传统的全球管理 破坏长期的联盟安排 为北京提供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战略机遇 这些中国学者将川普视为叫声很响 但是又很少咬人的狗 在2016年当选台湾总统后不久 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来测试北京的耐心 中国认为他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川普公开的质疑他是否会坚持该政策 但是他也表示 在与蔡英文再次通话之前 他必须先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意见 虽然川普政府对一些对台军售开了绿灯 但如果北京发动攻击 川普是否会继续支持台北 仍然只得怀疑 特别是考虑到他对美国军事力量唯利是图的态度 文章证为北京已经从川普的任期当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美国放弃了都边机构当中的领导地位 为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制定国际规则以及准则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而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联合国声明自己的地位 并且向世贸组织提交了与贸易战有关的申诉 同时推动了亚投行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可替代的机构 尽管北京方面已经采取了行动 使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发展的无与伦比的先锋项目 但是川普政府尚未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 至于贸易战 这个被大肆炒作的小议题 包括关于购买农产品和取消未来关税的协议 远未达到川普最初的目标 击迫使北京采取至关重要的结构性的经济改革 以帮助与中国建立长期平衡的贸易关系 这项协议没有减少中国的补贴 也没有改善知识产权的保护 而是主要的帮助川普在进入总统竞选期间 缓解农业州的政治压力 这是川普设立的高目标的一部分 他吹嘘自己会实现这些目标 然后又不能实现 这项小型协议显然在中国受到了欢迎 被视为是习近平的胜利 并且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表明川普反复无常的行为 即使得不到控制 也是可以容忍的 中国人将把川普接受这份打了折扣的协议 视为一种软弱的迹象 因为它可能面临弹劾和另一场激烈的竞选 尽管中国的领导层肯定觉得川普个人很讨厌 但是依据我们采访的几位学者的说法来看 川普基本上是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待美中关系 这限制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相比之下 一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尤其是伊丽莎白华伦 呼吁美国在许多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上 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 包括香港和人权的问题 另一位美国总统可能会在人权问题上 采取更加强硬的策略 动用美国政府所有部门和机构的大量资源 对中国实施和执行一个更新的方法 与此同时 随着双边关系变得更加的极具争议 许多中国人认为 川普在连续四年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 可能会让北京有空间巩固其全球的成果 并且在2025年迎来一位更有力的美国新总统 需要澄清的是 并不是所有与我们交谈过的中国学者 或者官员都希望看到川普在职政四年 一些人认为川普对中美两国利益的破坏 可能会导致国际秩序受到严重的损害 并使中国的崛起变得更加的复杂 但那些希望连任的人认为 川普摧毁了他们 视为美国关键力量支柱的东西 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通过削弱美国在国内的政治优势 损害美国在国外的声誉和信誉 颠覆亚太地区迄今为止坚实的联盟结构 川普正在削弱美国 通过这样做 他给予了中国获得关键的地缘政治优势 和创造更有力的国际环境的机会 以推进自己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都有哪些内容呢 星期二的时候 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了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而中国方面也立即的表示 强烈的愤慨以及坚决的反对 那么这份法案究竟有哪些核心的内容呢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美国众议院星期二的时候 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 并且研判香港自治地位是否仍然满足了 1992年香港政策法的规定 并且据此考虑香港是否应该继续的享有特殊的待遇 法案当中表示说 美国国务卿每年提交国会的报告当中 还应该包括中国政府的行为 是否同其在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的承诺 相抵触 并使香港的自治地位受到了削弱 支持香港人民基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 1966年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 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表达出的民主愿望 在签证政策方面 法案认为对于为了推动选举进程 捍卫国际公认人权 捍卫司法独立和法治精神 而参与非暴力抗争活动 而遭到了逮捕拘留和其他形式政府打压的人士 不应因此拒绝其赴美的签证 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该法案生效后120天之内 提交香港打压新闻出版等基本自由和人权 以及将相关人士引渡至中国大陆拘留和审判的责任人名单 并且依法的冻结这些责任人在美国的财产 并且拒绝他们入境美国 此外法案还要求美国加强对在香港美国公民和企业的保护 周二在众议院获得一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都被普遍的看作是1992年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 香港政策法并不具备惩罚的机制 即使美国认为香港失去了自治的地位 也只能依据香港政策法取消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 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一旦生效 美国将获得实施制裁的法律依据 比如对践踏香港自治地位 人权和民主的相关人士 美方可以采取其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和禁止入境 等等一些制裁的措施 相较于较早之前的版本周二通过的法案当中 制裁对象设计面更为广泛 而对于参与示威活动的香港人 则在申请签证当中予以了更多的便利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获得众议院批准之后 还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审核批准 最终送交总统签署之后方可生效 除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外 美国国会今年以来还在推动另外的两项 同中国有关的人权法案 今年9月11号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 共同提交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法案包括对参与新疆再教育营建设的企业 予以制裁等等一些内容 此外 旨在捍卫藏人宗教自由权力的加强西藏政策法案 也于今年7月由民主党人提交过 美国国务院防中国间谍说中国官员要先登记 根据美林社的报道说 川普政府星期三的时候表示 他将很快的要求美国的中国官员 在他们计划与美国学者研究人员 以及地方和州政府进行任何接触之前 应该提前通知美国国务院 这张2019年10月4号的照片 就显示了FBI的手册和相关电子邮件的副本 在发布新规则的同时 也向美国教育和研究机构 以及地方政府发出了通知 告知其报告的要求 这项变化将于周三的时候生效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表示说 这一改变是为了回应 美国驻华外交官所面临的类似的规则 但是他们说这些规则没有中国那么严格 因为中国要求这些接触必须得到批准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不会要求中国官员 在参加任何会议时获得国务院的许可 该规则涵盖了中国外交官与各州地方和市政府的官员 以及代表所有的会晤 以及对包括美国以及所属地区的国家实验室在内的公共和私营教育和研究机构的所有访问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就表示说 中国人本周被告知了这一新的规定 国务院已经收到了一份通知 这位官员表示说 国务院预计但不确定每周将收到大约50份的通知 这位官员说 美国希望新的规则能够为中美两国外交官带来更好的接触的机会 这一规则的改变正值中美关系恶化之际 而川普总统发动的贸易战加剧了股市动荡和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 根据美联社通过数十项公开记录要求获得的文件显示 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警告美国全国的高校 他们很容易受到中国招募的研究人员盗窃知识产权的侵害 电子邮件显示 特工在研讨会上讲课 在校园会议上向管理人员介绍情况 并且分发了带有商业秘密盗窃的警告故事的小册子 官员们认为 大学作为外国人才和招聘者和前沿研究的开发者 已经成为了北京盗窃的成熟目标 司法部多年以来一直指责中国窃取公司机密 以发展其经济 例如起诉中国军事官员 他们被指控入侵美国主要公司 并且窃取专有的信息 但是越来越多的官员将学术界视为脆弱间谍活动的目标 他们表示正在与大学合作 以帮助他们保护自己的研究 但不鼓励学校按国籍监视科学家 穆迪分析说川普有望赢得连任 根据穆迪分析用来衡量总统竞选的三种不同经济模式 川普有望在明年赢得连任 穆迪的模式自1980年以来仅一次预测错过总统大选的结果 报道认为川普在2020年竞选很可能优势大于2016年 根据三种不同的模式预测 川普分别将在选举人票数当中以289票332票351票击败对手 这些预测是基于消费者对他们的财务状况的看法 在川普领导下取得的股市收益以及失业的前景 分析认为如果一年后的经济与今天相同或者大致相同 那么川普选举获胜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特别是如果民主党人不热心也不肯投票的时候 在三种模式当中 川普在钱包模式下表现最佳 该衡量标准衡量人们对于财务状况的看法 模式认为如果选民主要根据自己的钱包来投票的话 那么川普将轻松的赢得票选 报告显示如果有历史性的参与率 那么民主党将获得微弱的胜利 该报告可能是川普竞选活动的可喜消息 川普竞选活动力图利用强劲的经济来抵消一系列的其他问题 包括众议院不断进行弹劾的调查 同时川普竞选活动的筹款优势也是他可能获胜的原因 周二川普宣布其联合筹款委员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在今年第三季度合计筹集了1.257亿美元 穆迪的模式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测试 并且被证明对每一次总统大选都是正确的 只有一次例外 模式在2016年曾经预测 希拉里克林顿将以微弱的优势获胜 中国大数据体系暗邪价值观不满全球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本周发布了一篇报告 就指出北京正在打造一张遍布全球的大数据收集网络 并且积极地与本国企业以及跨国高校等机构展开合作 研究者警告说西方国家使用中国科技 很可能导致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价值观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题为全球认同工程数据驱动的中共权力扩张 这报告就指出 中国当局正在试图影响全球的网络民意 以及政治环境 如果有可能还想加以控制 北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全球的民意 向着符合中国利益的方向来转移 报告的作者霍夫曼就表示说 中国如今正在英美澳的高等学校 以及相关的机构内部拓展其影响力 这种扩张不一定是强制的 也不一定具有明显的侵略性 作者认为对5G技术监控体系 还有网络间谍的过度关注 会导致人们丧失对全局的认知 中共有着长远的野心 想要通过既有的以及未来的科技 来贯彻自己的利益 中共使用的具体技术往往看起来是无害的 比如翻译软件 研究者以隶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 中益宇通科技有限公司为例 指出中共的这种全球网络影响力的扩张 需要整合中国企业 私营科技企业以及境外高校等多方面的一些资源 中益宇通在其官方网站上面 自称是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和科研数据分析公司 通过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与语计算技术 对全球海量的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 该公司收集全球65种语言的数据 并且将分析结果提供给了中国政府 以及相关的企业客户 仅专注于收集媒体社交网络舆情的平台 每天就能够抓取10TB的数据 其数据来源也包括中益宇通旗下的翻译软件 语音以及视频识别软件 中益宇通还和华为阿里云 还有海云数据等等一些其他的中国私营科技企业 展开一些合作 海云数据被指控协助了新疆当局 用以科技手段来监控维吾尔人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学者们还指出 中益宇通与境外的学术科研机构 也有不少的研究合作项目 有些研究成果直接用在了受到中共当局控制的服务器上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说 2017年中益宇通的总裁于扬 就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公司正在和全世界的许多高校进行合作 还特意的强调了澳大利亚的新南维尔士大学 该校利用中益宇通的益库和意见平台 开展了自己的大数据的项目 海云数据则与悉尼科技大学有着一项合作研究 指在开发汉字手写识别技术 并没有像某些中文媒体所报道的那样 设立了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不久前也报道说 在海云数据之外 还有一些参与了新疆地区侵犯人权事件的中国企业 也与澳大利亚高校有着合作研究项目 比如人脸识别深度学习领域的矿式科技 还有商汤科技这两家公司 与阿德莱德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的学者 分别有着合作研究项目 这两家企业都因人权问题 而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 撰写报告的学者霍夫曼就指出 依靠中国国企私营科技企业西方高校的协助 中共当局正在打造大规模 遍及全球的数据收集体系 他建议西方国家政府必须重新的考虑 与外国的宣传机关及其下属的企业的关系 政府应当强化数据保护的法规 必须明白这些数据将被如何的收集并且使用 厚福曼还强调西方国家必须明白 外国利益方可能有着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价值观 选择采用来自中国的科技服务 如今越来越意味着也要接受中共当局的价值体系 这将会对民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美国收紧入境政策 MBA入学申请即将 受美中关系紧张 美国收紧入境政策 劳工市场转变影响 美国工商管理硕士 MBA新学期的入学申请 整体下跌了9.1% 为连续五年以来下跌 哈佛史丹佛等名校均无一幸免 至于中国大陆商学院的MBA报读人数 较去年上升了5.2% 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说 非牟利组织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 公布的最新的数据就显示 今年美国仅收到了约13.5万份的 两年制的MBA入学申请较去年下跌了9.1% 跌幅也较去年的7% 明显的扩大 哈佛商学院今年只收到了 9228份的入学申请较去年减少了6.7% 创2005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史丹佛大学今年只收到了 7342份的入学申请较去年减少了6% 长春滕大学之一的达腾茅斯学院 MBA报读人数更减少了约20% 该数据也显示 中国大陆的商学院的MBA报读人数 较去年上升了2.5% 分析指出 美中关系紧张 部分中国学生决定留在中国升选 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指出 中国一共有6间高等学府 跻身了金融时报 全球MBA课程排行榜的前100位 包括中国与欧盟合办的中欧商学院 香港科技大学 复旦大学 香港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以及香港中文大学 达腾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的院长 斯劳特就指出 很多海外学生放弃赴美升学 中文大学 与美国收紧工作签证有关联 如果他们毕业之后不能拿到工作签证 便不能留在美国 这驱使他们考虑其他国家的课程 美国留学生的人数 今年整体下跌了13.7% 同时 加拿大和欧洲留学生的人数 有所增长 另外 MBA过去 一直被标榜是晋升大公司管理层 获得高薪后日的入场券 但近年以来 高薪科技成为了劳工市场的新宠 MBA毕业生吸引力大减 美国本土学生方面 美国本土学生方面 多数人在就读本科的时候 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学债 MBA学费普遍高昂 令本地学生望而却步 间谍学者金锡德 毁罪减刑已经出狱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的副所长金锡德 前新华社外事局的局长于家富 因为犯有间谍罪 分别被中国当局判处了14年和18年的有期徒刑 最近双双第四度的获得了减刑 根据北京市第一级中级人民法院 今年6月的裁决 金锡德在服刑改造期间 认罪毁罪减刑7个月 执行的刑期至今年10月8号为止 上个星期二已经出狱 于家富减刑6个月 但仍需服刑至2022年4月 今年65岁的金锡德是朝鲜族 东京大学的博士精通日韩英语 被视为中国权威的日本及朝鲜问题专家 2009年1月被突然的逮捕 日本媒体称他涉嫌向南韩透露了朝鲜领导人 金正日的健康状况 以及中国向朝鲜派遣医疗专家 为金正日治病的消息 也有报道指他也涉嫌向日本情报机构泄密 中国裁判文书网今年7月份的时候 发布了金锡德间谍刑事裁决书 就显示说金锡德因间谍罪 于2010年11月5号被判刑14年 现在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清河分局朝白监狱服刑 原西华社外事局的局长 于家富2007年被捕 日本媒体报道说 于家富被指曾向日本外交官 提供了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情报 并且获取了20万7千元人民币的报酬 还提供了关于朝鲜核问题 六方会谈协议时美朝秘密接触的情报 并且因此获得了报酬 于家富间谍刑事裁定书显示 于家富犯间谍罪 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罪 2009年被判刑 18年与金锡德一样 同在朝白监狱服刑 挪威提名港人来进逐诺贝尔和平奖 或让中国非常的不爽 挪威一名议员提名香港居民为 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这位议员在推特上表示说 香港人民每天冒着生命和安全的风险 倡导言论自由和民主 该提议可能会严重的影响挪威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这名名叫梅尔比的挪威议员星期三的时候 在该国的晚游报当中就表示 香港人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 远远超出了香港 梅尔比是挪威执政联盟中的小党自由党的成员 尽管诺贝尔委员会独立于挪威政府 但是该提案仍然可能会影响挪威与中国的关系 2010年作为对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反应 中国冻结了与挪威的外交关系 如今已经逝世的人权活动家刘晓波 生前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在中国被逮捕监禁 随后双方兼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被终止 对挪威三文鱼的进口受到了限制 直到六年之后 在挪威政府承诺不支持任何破坏中国利益的行动之后 两国关系才恢复了正常 连月以来 前所未有的抗议活动给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带来了巨大的震荡 这个金融大都市的抗中活动 最初的矛头是针对一项 计划将犯人遣返到中国大陆的法律规定 但是现在 抗议活动的矛头已经转向了亲北京政府的香港领导人 和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 金正恩骑白马登白头山 展自立决心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引述朝鲜的朝中社16号的报道说 朝鲜的领袖金正恩近日骑着白马登上了白头山 中国称之为长白山 位于中国跟朝鲜的边境 金正恩还前往了白头山附近的山池 渊安郡建筑工地进行视察 朝鲜民族视为白头山为民族的发源地以及圣地 分析认为金正恩这一次骑白马登白头山 意在展示 朝鲜就核问题与美国陷入僵局之后 朝鲜并不急于寻求与美国的和解 而是更致力于自力更生地来发展经济 金正恩是否就无核化谈判做出了重大的决策 备受关注 由于朝鲜将白头山和三池渊郡当作了朝鲜 抗日革命活动的一个圣地来宣传 因此金正恩的此行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 每当朝鲜遇到难关的时候 金正恩都会造访此地 金正恩过去三次做出重大决策 当朝鲜遇到江城泽之前都登过白头山 第一次是2018年南北韩高峰会正式重启了对话之前 金正恩于2017年12月登上了白头山 第二次是临近金正日三周年的忌日的时候 金正恩于2014年11月登上了白头山 第三次就是金正恩在处决他的姑父张成泽之前 金正恩于2013年2月也曾经登上了白头山 据该报台说自二月份越南河内的美朝峰会 无果而终之后 金正恩今年首次选择的经济考察现场 便是三池渊峻的工地 此举于在朝鲜的革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正恩将带领着朝鲜发展成为经济强国 另外该报台说金正恩表示 朝鲜面临的敌对势力的制裁和重压 建设道路上难关重重 越是如此朝鲜就越要高举自力更生的大旗 告诉敌人们他们能够战胜一切的难关 奋勇前进 嗨 遍布世界的明镜网友们你们好吗 今天你所在的国家有什么新闻 2019年对明镜而言是不寻常的意义 经过两年多的积累 我们正式进入高速成长阶段 蜕变虽然艰辛却也幸福 我们终于可以展示飞翔 短短几个月内 我们打造了今天大新闻 明镜聊天室等精彩栏目 开发了文资邮报 音频播客等周边产品 并组进了一支来自全球的优秀专业团队 从今天起一直陪伴您的明镜 将更进一步贴近您的生活 我们正式推出明镜专属周边商店 以后记得抱着明镜抱枕 看明镜电视 也可以作为靠背 看节目久了也不会累 出门时记得把您的书籍 笔记 笔记 装记 连点 今天是准备手带 走到哪里 读到哪里 读到哪里 想到哪里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手机壳 休闲服装 马克威等其他产品 未来我们还将陆续上线 更丰富精彩的商品 您也有机会参与产品的设计 并获得价值回馈哦 明镜从线上到线下的陪伴 带您了解世界的变化 守护您走过人生的路 您善意地支持我们微信头带 让我们与世界并肩同行 看新闻的人永远不寂寞 当然 这只是我们2019年 发展规划的一个环节 为了几个月内 明镜如来从内容到周边 甚至到媒体生态系统 都将更加丰富完善 我们深知我们还不够完美 成长途中也多挫折坎坷 但是有您的陪伴 苦涩也甜蜜 唯有用更好的自己 报答最珍贵的您 中国拆迁之手 伸向湄公河 祸害生态环境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 在湄公河上 东南亚国家老挝北部的 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 拉特海村 这里的房屋学校和寺庙的墙上 写下了一个汉字 这个字就是拆迁的拆字 虽然这里的人没有人认识这个字 但是这条亚洲大河沿岸的 数百个社区和当地的居民的命运 就被这个拆字所难获了 文章说 今年一座大坝在这里已经建成了 它已经开始了改变 这个世界上最偏远国家之一的 一片崎岖山巒和原始丛林 这是推动亚洲一些最不发达经济体 更为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 这座大坝是中国在南乌江建造的 七个水电站项目之一 为了给大坝藤地 拉特海村和另外的几十个村庄 正在被拆除 一位当地的居民表示说 他对中国水电集团 拆掉它在河边的宽敞的住宅 在几英里外给它盖了一个 简陋的逐屋作为补偿 并不满意 文章说中国水电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水坝建造企业 当地的村民无奈地表示 像自己这样一个目不失丁的农民 在中国强大的力量面前又能怎么样呢 他说他不得不搬走 因为他们叫他搬走 他说这是一辆中国司机 开了一辆中国牌照的挖掘机 正在他家门前正在翻土 他说他们在和尚的生活从此就结束了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 对这个地区的政府来说 这些大坝本该通过把数百名居民 迁移到梅谷河下游 以及其他的支流 并且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 来改善他们的生活 但是中国官员和企业 则是希望通过建设新的水坝 道路和其他开发项目 来抵消中国国内增长放缓的影响 并且为其他的国家提供一个脱贫的一个样板 在21世纪初的时候 随着在梅公河下游修建大坝的计划提上了日程 梅公河委员会曾经预测 其四个成员国 老挝 泰国 柬埔寨和越南 将得到300亿美元的益处 但是这个委员会多年后的一项重新的评估 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预测 如果这些水电项目按照计划进行的话 梅公河下游的国家的经济将遭受70亿美元的损失 该委员会的数据还显示说 梅公河今年7月的水位已经降至了历史的最低点 随着新水电站涡轮的启动 水流正在发生变化 渔民农民和当地的生态系统都在遭到破坏 委员会的一项调查还发现 如果计划在梅公河修建的所有水坝都如期的建成的话 到了2040年曾经流入河口的沉积物中的97%会被拦截 导致下游的土地得不到农业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文章说老窝的一座大坝去年的坍塌 导致了两个国家数十人的死亡 冲毁了数千栋的房屋 凸显了在几乎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在偏远地区修建大坝的危险 尽管老窝政府的结论是那起事故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 但是一直没有人为此事件负责任 去年一家中国公司就老窝一个大型的水坝项目的跨境影响发布了一份报告 报告本来应该是几个月严谨研究的一个结果 但是被人发现其中的一些段落抄袭了早些时候发布的关于另外一个中国项目的环平报告 这让环平人士感到担忧 生计赖以湄公河的人对这条河的命运的支配权却最小 研究该地区自然资源冲突问题的布鲁斯·苏梅克就表示说 批评是担心建设这些大坝的成本正落在了没有足够能力承担的政府的身上 环保监督机构国际河流组织东南亚项目主任莫林·哈里斯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说这些大坝是为了湄公河下游国家的利益呢 还是像中国这样试图获得经济影响转嫁过剩产能的国家的利益呢 另外他还补充说大坝不是想拆就能拆的东西 他说我们必须考虑其后果 文章说贫穷且地处内陆的老窝下的赌注是 到2025年水利发电将成为该国最大的赚钱的机器 作为世界上仅存的几个共产主义政权之一 老窝政府已经在湄公河及其支流上的140多座大坝的项目上签了字 老窝政府正在靠从中国借钱为这些大坝提供资金 然而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就认为 老窝是最容易被中国债务压垮的八大国家之一 据透明国际的数据显示 老窝是亚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该国水电项目的竞标是出了名的不透明 批评是担心老窝用修建大坝来跳出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的计划 反而会扩大收入的差距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东南亚问题专家 研究水坝社会影响的伊恩·贝尔德就表示说 他没有看到过一个由于水坝建设扰乱人们生活而得到公平补偿的例子 他说如果政府辩称说补偿只能低 否则这些项目不可行的话 那么这些项目可能对该国并不合适 湄公河上的大坝建设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在世界范围内衰落的时候的开始 在美国水利发电曾一度的被送扬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成就 现在为了让河流再一次的畅通无阻 大坝正在被拆除 西方的科学家现在认为 太阳能和风能可能是更可持续的能源 就连世界银行这样曾经向发展中国家 宣扬水利发电好处的国际金融机构 也对大坝带来的长期的后果发出了警告 但是对于老沃的规划者们来说 大坝仍然代表着社会主义进步的顶点 他们中有些人曾经在苏联学习工程学 然而科学家们对该地区能否消耗老沃 希望生产的全部电能持有怀疑的态度 老沃的700万人口永远不会需要所有的这些电能 而邻国泰国已经出现了能源过剩的问题 曾计划向造价24亿美元的老沃北宾水电项目 购买电力的泰国国家电力局 正在重新的考虑自己的决定 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中国的工程师 以及企业家还有建筑工人涌入老沃 在中国水电的南乌江梯极电站工地 岩壁上悬挂着巨大的红色的横幅 宣告着中老社会主义兄弟情谊的重要性 横幅上只有中文 工地上基本没有老沃工人 一家碎石厂的中国水电主管魏军认为 被迫搬迁的村民只得到了少得可怜的补偿仪式 不值得一提 他说中国在湄公河上游修建小水湾电站时 3.5万名中国人被迫迁出 不吃苦中苦难得田中田 他用一句中国的俗话来进行了形容 湄公河的发源地在青藏高原 但这条河在中国境内对人类没有太多的用途 湄公河在中国境内叫蓝苍江 这个名字有水流过急的意思 这里的江水太快 两岸太陡 除了驱动涡轮发电机外 没有太多别的用途 自2000年以来 湄公河上游已经修建了7座大坝 但对于下游的国家来说 湄公河是他们的生命线 与尼罗河 底格里斯河和长江一样 湄公河灌溉着整个国家 老沃首都万象和柬埔寨的首都金边 都坐落在湄公河的岸边 世界上产量最高的水稻 种植国 泰国和越南 都靠湄公河雨季冲击下来的丰沛的土壤 湄公河流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渔场 柬埔寨比其他的国家更需要湄公河的滋养 该国1600万人口约80%的蛋白质摄入 来自于湄公河的流域 包括一条世界上唯一随积节改变河道的湄公河的滋流 柬埔寨也依赖中国 中国目前是柬埔寨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施主 亚洲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柬埔寨的首相洪森 已经对西方资助者不感兴趣 西方的援助未能促使柬埔寨的民主改革 仅一项在柬埔寨的湄公河上修建松博水电站的建议 就会让这座大坝的发电量超过柬埔寨目前全国的总耗电量 今年柬埔寨遭遇到了停电 导致了工厂停产数百万人断电 但依据自然遗产研究所受柬埔寨政府委托所撰写的一份报告就说 中国在松博建造的大坝会导致湄公河自灭意义上的死亡 摧毁柬埔寨的经济 这家研究所是一个监测世界主要河流流域的美国监察团体 该报告警告说湄公河三角洲的越南稻田所需的沉积物的60% 可能会被松博水电站拦住 大坝也会给回游的鱼类造成一个完全的障碍 这个研究所提出的代替建议是在一个现有的水库上安装浮动的太阳能组织 这是解决柬埔寨电力短缺问题更好的方案 柬埔寨迄今为止 这家库上安装浮动的太阳能组织的沉积物 始终停止在了村子被淹没的那一刻 西宫村的村民已经给迁出去了 但是他们的新家距离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那条河很远 迁居地有一所高中 但是没有老师 有一个诊所 但是没有医生 电费很贵 让他们大为恼火 村民们说 他们是因为一个电力项目被赶出来的 他们也没有干净的用水 主持大坝落成典礼的鸿森 把抱怨的村民称为激进分子 在重新安置他们的地方 村民们因为失去了一条 维系他们几代人生活的河流而感到悲伤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jinnews.com 推特atmin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